很多的臭宝皮关心 他说老花姨自子花怎么养 首先你一定要盖他一个脸 自子花喜欢大阳光 就是你没有光照就不要碰着玩了 谁跟你说的在耳灵 你家光照没有 他只要卖你自子花 他就想挣你钱 然后呢 也有的同行说 老花姨你竟交给他们怎么养 甚至说都交千叉和繁殖 你就不怕 我怕个灯啊 我怕 书本上面啥都有 还人人都上清华了呀 有话说那你就不怕同行 同行越多越好 因为中国园艺啊 它是一个起步阶段 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 咱们中国的园艺才会更好 你得有这种想法 明白了吗 所以一定要记住 它是需要光照的 没有光照不行 它喜欢水 但是呢 你去观察叶片 我教给大家 叶片是怎么观察呢 我给你揪几个这种叶片嘛 哎 这边有 你看到了吗 不论什么品种的自子花 只要下面的这种叶子 片片的黄 不是缺水 它就是缺肥 另外一种黄是哪样黄呢 它是叶脉发黄 就打个比方说像这种 它是从叶脉里面先发黄 这种呢 它不是水大 就是肥大 比如话说的话 那你究竟你这个是什么事 我们这个呢 是找的一些个种苗商 我们进的一些种苗 是在箱子里面闷的 所以说我给你 只是拿了一个示例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片片的黄 大面积的这种斑斑的黄 一斑块的 它都是缺水和缺肥 只要是叶脉这种鲜发黄的 就是水大和肥大 要么就闷的 懂这个事就行了 所以说浇水在一块呢 大家通过叶片上 可以判断出来 你究竟是水如何 喜欢大阳光 大水 还有就是大肥 我们这个种下去没多久 估计有它半个月左右 我们就会跟上肥料了 就是一千倍左右的水溶肥 老花爷也卖 有这个贝马迪斯的水溶肥 就是每七天左右 甚至说三五天 我们就会来一遍 就是浇的时候 喷的时候 都会用 明白了吗 洗光 洗水 洗肥 洗温暖 洗潮湿 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你真养不好 说的再好听也不用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 很多话有讲的也浆苗 你知道为什么浆苗吗 因为它这个花呀 是典型的一个洗酸性化汇 你看咱们日常里边浇井水 或者说地下的那种 自来水 这那那那的 它时间长了 它就浆苗 你多干嘛呢 多接些雨水 老花爷你们怎么做 我们有纯净水 明白了吗 我们不会一直井水 我们会 间歇性的用一些个井水 一直井水 我们也会遇到那些个病 有话说 老花爷我哪去给你有时间整这个 那你就用繁肥水 我们这些贝紫花一个月 像我们大朋友们 一个月就来一次这个繁肥水 明白了吗 给它调节一下土壤酸减度 激活一下根系 把土壤里边的碱 给它弱化一下 软化一下 这就繁肥水的一个妙用了 这个棚的话 最低温度是能维持在 五度左右 就是最冷的时候 我们这个棚 它一般在零度都没什么大问题 基本上90%的贝紫花 在零度以上都没问题 你像在两广地区 08年有大雪 很多的贝紫花都没动死 它有一定的跃动能力 你只要是别一直在零下五度以下 就没问题 你偶尔的三五天 像福建地区 你地在一些事都没有 你放一大膽 干就完了 就是光照 没有光照 你别玩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花知识 另外这些个贝紫花 老花一整了很多的品种 明年会陆续上市 现在你买的话 可能会便宜一些 明年我们做完造型 就要涨价了 但是你要想跟着我一起养 你可以提前入手 咱们一起来养 我是老花一 养花推展艺 记得点个关注 白了 丑包